大家好 欢迎收看数个超能力 今天为您带来精彩视频 广电总局突然对扫黑风暴下手 要求下架 张艺兴撞枪口 央视却力顶张艺兴 理由让人意外 前段时间的热门大剧扫黑风暴一经播出就迅速引发网络热议 原因很简单 该剧真实 敢拍 尺度大 把那些黑暗面的问题原原本本的展现在观众面前 如今虽然扫黑风暴已经大结局 但是它的播放量依然居高不下 可是该剧却面临着下架的风险 18号那天 广电总局下达了一个文件 表示 今后任何的电视剧集或者网络节目都不得出现槟榔及其制品画面 这样一则消息看似跟扫黑风暴无关 但是各位别忘了 在扫黑风暴中 张艺兴就出现了咀嚼冰狼的情况 而且还是特写镜头 该画面是张艺兴执行任务那段时间出现的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张艺兴拿出了一块冰狼放进嘴里咀嚼起来 本来观众还以为这段戏是导演要求的 但是后来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张艺兴嚼剪冰狼这个镜头跟剧情毫无关联 是他自己要求加上去的 理由是为了衬托出警时紧张的气氛 但是没想到直接就撞枪口上了 播出的时候呢 制片方也同意了张艺兴的要求 觉得这可以为角色添加更加鲜明的特色 但是当时的制片方绝对没想到 这样一个不起眼的镜头 却成了今天濒临下架的导火索 网友们对此做出了很多猜测 一些人觉得张艺兴可能就是想吃槟榔了 也有人认为这是某槟榔公司做的植入广告 但是无论如何出现了槟榔 都是不折不扣的事实 这也违背了广电总局的政策 于是就有人呼吁要让扫黑风暴下架 绝不能姑息任何一个黑点 但是更多的人觉得扫黑风暴是一部少有的好剧 不能因为这一个简单镜头就将它全盘否定 只把那一段删去就行了 毕竟整个影片宣传的还是正能量 扫黑风暴被骂惨时张艺兴有央视和刘以军的力挺 而江书颖为何没人提 孙洪蕾 张艺兴 刘亦军领衔主演的扫黑风暴持续热播中 不得不说这句的开局非常的紧张刺激 而且细节非常多 可以用精彩而自形容 再加上有一众老戏骨在线标系 尤其是孙洪蕾四孝非孝中的运筹帷幄让人看得过瘾 主线看得太过瘾 既紧张刺激又有点搞笑 以至于支线就显得琐碎拖沓 给人有高开低走的感觉 前期铺设多 多线开展节奏快 但到了马帅死后节奏异常的慢 明明一集的故事非要用十集来讲 尤其是林浩和黄西这条线被诟病的最多 演员张艺兴和江书颖的演技也成了吐槽的主要对象 有人吐槽张艺兴剃牙动作不优雅的 也有人吐槽江书颖试验的角色讨人厌的 说张艺兴演得像个二流子的 看来口碑爆棚的扫黑风暴也被诟病了不少 当网友的吐槽上升到演员的时候 还好有央视和老演员站出来力挺 为了力挺张艺兴 央视给其安排了专访来回应和解读 以及刘亦军也为艺兴说了话 力挺她的努力 关于剃牙 张艺兴在线解惑 其实这是我用心设计的动作 一个看似不优雅的小动作 却得到了一举两得的好成效 一来可以让人物更接地气 形象更加鲜明 立体 二来又可以有剃除黑恶势力的隐喻 扫黑风暴被骂时 张艺兴有央视和刘亦军力挺 江书颖却没地说理 目前距离零号一共出现了三次剃牙动作 一次是抓捕美丽带时 一次是对惹事的李承阳时 一次是在医院和马帅一方对峙时 三次都是零号面对黑恶势力时 做出的剃除举动 关于演技 飞科班出身的张艺兴拍戏经验不够多 但是初次合作的刘亦军给予了他非常大的认可 说张艺兴认真努力给自己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在一群演技派的剧里 张艺兴的演技是不知可否的有一些稍显稚嫩 尤其是台词这一块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但是呢他并不拉垮 他演出了零号的那种脾气 出声牛犊不怕虎 一声正气 让观众们真切地感受到这个人物的魅力 再加上动作戏也非常的燃 让这个角色立体真实 关于人设 正是因为零号年轻气盛能打 导演也特意给他安排了不少的打戏 只是安排的时机貌似有一些刻意了 显得和他的身份不符 例如开始的端美丽带的细节 早有准备的零号一伙人明明可以一锅端 却会犯了不封锁出口的地级错误 导致嫌疑人差点逃脱 就是为了给零号施展身手的机会吗 还有抓菜坝那集 嫌疑人虽然狡猾地从逃生通道溜了 可零号明明就在楼下守着 但眼看着嫌疑人在眼前蹦打叫嚣 零号却非要磨叽差点被伤 这些举动都不像是一个刑警所为啊 虽有耍帅的成分导致剧情拖沓或情节不符 但是零号这个角色也绝非是烂鱼充数 就是锦上添花 他是一个极恶如仇 不折不扣的好警察 是横瀉一气的绿藤势力的一道光 在一群看似都是狠人身份复杂的角色中 只有零号是最干净的 当他出现的时候就好像是一道光 你就知道他没有什么心眼 是最直白的正义 是可以相信的人 他由于年轻气盛也会莽撞冲动 但我觉得他就是这部剧里唯一的一个不用猜就知道 他是骨子里透着正气的好警察 看他表面一副又拽又痞的样子 但你就是会一眼认定他是好人 这样的角色只会是锦上添花吧 而相比张艺兴 特别出演的江书颖在剧里饰演的角色 就没这么丰满了 江书颖饰演的新闻记者黄熙 从一出场就不讨喜 在一众大佬标系 看得观众又紧张又刺激又入迷的时候 他的撒泼显得格格不入 更要紧的是在警局里撒泼 这让观众对于这个角色非常的厌恶 作为一名卧底记者 一来没看出他的作用 他的作用应该是通过卧底拍摄 将社会阴暗面公之于众 因此唤醒更多的人 可目前为止 貌似只停留在了他的口头 法治宣传节目镜头一笔带过 呈现出来的镜头更多像是在添乱 警局撒泼就不说了 骚扰林浩就非常的幼稚 间接导致英字被算解 在英字急需林浩帮助时 他把唯一能救英字的林浩带走了 二来他的职业素养不够 他真的是法治频道的记者吗 没觉得特别懂法呀 在警局撒泼 通过关系拿回政务 还特别爱八卦 为啥行真警匪片里老爱家这样的角色啊 破冰行动里的陈科 三叉戟里的夏静怡 重生里前妻和陈蕊 以至于黄熙一出现 观众就觉得出戏 角色不讨喜 人物塑造不够丰满 再加上演员演技不够 江书颖成为了该剧的众矢之地 说实话造成这样的局面 编剧的锅比较大 可是没人替江书颖说话 静语就有点像哑巴吃黄莲 有苦说不出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